歡迎回到校尾台軍事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攝影棚彭必生輝 為什麼呢 這個李啟平前總長 終於在我們的千奇萬判之下 就是非常的期盼 這個李總長終於來了 但我們希望李總長不要只有來一次 可以來很多次 我希望這次給李總長一個很好的影像 我們真的歡迎李總長 那同時我們請校尾跟各位一個開場 好 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跟觀賞 我們校尾台軍事 我們校尾校尾會員 感謝您對我們頻道的實質幫助 我們跟您說 您每個月資助我們的會員 這樣的資助費 您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也請到李總長 你這邊來到我們節目中 請李總長來 我們當然不可能兩串交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李總長來 會帶給我們很多他過去 在不管是在海軍或是參謀本部 一些很多過去一些寶貴的概念 來跟大家 而且 因為我們這邊是YouTube頻道 我們最大的優勢是 我們可以讓李總長 把它的理念 非常清楚的 從A到D跟大家講清楚 這不會說 今天這個電視台講到C不到 或從B好 講到F 講完他中間差一小段 這個我們是絕對不會的 所以你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李總長的建軍理念 或他過去在擔任軍職時候 對於建軍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好 我這邊真的還是要代表我們所有的會員跟觀眾 真的非常謝謝李總長 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親自的聽一下總長給我們的意見 因為從總長推出書之前 應該說在ODC這個concept 已經變成一個未為風潮之前了 其實我們的會員就不斷的要求我們 一定要請總長來到我們節目 但其實因為我們節目真的是比較小的 也不是啦 那個總長真的比較忙 那所以呢 真的是今天靠有這個機緣 真的 大家要好好記住2022的這一天 真的 各位會員今天要記住這一天 我跟 請總長 跟我們各位會員跟各位觀眾打個招呼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立喜民 是不是是不是 那 那個總長是被譽為 這個 有史以來 最會 Speak 這個口條最好的總長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總長在我們節目上面展現他的風采 那首先我先問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話題 我看兩位都好嚴肅喔 我先問一下夏偉哥 夏偉哥你是哪一年的認識李總長 其實認識李總長認識還蠻久 但是喔 李總長在重工的時候對不對 是 我對他印象其實他這個人超級謹慎 超級謹慎 對 在重工的時候 還在認識那個無意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他很聰明 我覺得他的臉看起來就很聰明 很多人跟我說 李總長那個臉看起來就聰明一點 其實對啊 沒有我跟你講 我們三軍裡面對不對 我每次這樣講 很多人到抗議 海軍的這個軍官給我的這個觀點 就是真的是 一般普遍來講 知識水準還有智慧 都是超越好這個其他兩個軍種的 那 特別是喔 我每次進到這個國防部的那種餐廳 看到 這個望盡千帆一片墨綠對不對 想說如果這些顏色換一換 換得至少空軍三分之一 然後那個淺藍三分之一 深藍三分之一 那我們的國防應該會搞得比今天好很多啦 你千萬不要講 相場得罪很多人 哈哈哈哈哈 破壞他 破壞就是 破壞就是 對 歲秀跟你那一年真是 其實我也忘了真的太久了 因為 非常久了 非常久了 我做這個工作也做二十幾年 但是倒是好 我為什麼會說對李總長 那個 在從工的時候非常謹慎 特別有印象的 我就記得在二零七年 剛好一個音樂機會 我們兩個都跑到那個 韓國的國慶酒會 然後看到他 我跑去跟他打招呼 然後李總長看到我說 其實 你怎麼會在這裡出現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一直很小心 我也知道 也就不用多談什麼 然後就 慢慢游走到旁邊 看那個 那個 韓國的這個美食 那個毛起來吃豆就對了 不是 我要問一下夏武哥就是說 夏武哥你很早認識李總長 你那時候認識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 以後一定不得了嗎 那時候 我記得 我認識李總長 至少也是已經是將軍了 應該是 將軍的時候 少將跟中將 中將的這個階層 所以 但你知道說 你能夠一路這樣 穩穩穩 穩妥走下去 通常因為海軍能夠 擠到少將 都很不容易 很難 在往上走的這個過程中 基本上來講 只要 那個 不要有太大的意外 你後面能夠 做到中將以上 基本上 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這邊我想請問 請問一下總長 總長因為我知道 您的出身就是潛艦部隊 您之前在潛艦裡面的時間非常長 那其實在潛艦部隊 很多人都說 會在潛艦部隊待得久的人 他人格會被那個環境改變 我們看很多國外的書 都有這樣子的報導 那總長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這個我想比較少人問過您 您在潛艦服役的時間這麼長 你覺得 那個真的有改變您嗎 有改變您的character 有改變您的思考 或是改變你整個人格嗎 改變很大 真的 對 因為我小時候是屬於那種 調皮導彈 不守規矩 對不對 會跟人家打架 會惹事的 會創意性的人 是 可是到潛艦裡面 因為安全關係 他會 每件事 你要用科學的方法 一步一步來 你不可以跨越 他比如說 他說要這樣子 再這樣 你絕對不可以說 這樣比較快 就直接這樣 這樣會出毛病 OK 那你久而久之以後 你就發覺 這個科學的方法 還有一個標準的程序 確實是會幫助你在某些工作上的效果 這種細節上其實影響我非常大 可是你說這種在思維方面 在理念方面 或者在其他非傳統式的東西 我覺得不會 那倒是不會影響 是 不會說覺得說 永遠是服從長官 長官說什麼就是 不是 我們服從的是一個科學的方法 一個標準程序 然後一個敬業的態度 還有一個負責任的精神 大概這個東西是比較的 是 因為總長 因為包含您以及像黃淑莊將軍 都是從潛艦部隊出來 那您跟黃將軍 可能給人家外表上面感覺起來很不同 可是我們用鼻子聞的 其實好像聞得到就是 好像就是有潛艦的味道 有潛艦的味道 就是那個會follow那個procedure 對不對 不是 我要求你這是怎麼做 怎麼做 會step by step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潛艦部隊會把你們 vomate vomate 他需要的那個樣子 不是 我剛剛講過吧 一致的東西就是 大家反正按照做事情的話 按照他 傳統的規矩來 至於個人的思維 或者什麼 其實這不會影響 它不會影響到你個人內在的思維 我會覺得 可能跟美軍的環境 跟國軍有很大的差異會 就是 第一就是他們其實 光是你這個 軍官的這個來源 就不是說 那個 Anaples能站到最大宗 那不然 說說 Anaples當然站到最大宗 大家站到75%左右 但是他們對於那種 25%左右 不是Anaples出來軍官的那種尊重 然後而且在 整個大家在服役過程之後 那種各種的那樣的思維的激盪 我覺得是 整體促成的就是 美軍相對來說 比較尊重那種 那各別不同思維模式 而且會嘗試從別的不同思維模式中 找出優點的這樣一個方式 對 沒錯啊 像那個鮑威爾不就 ROTC出來的嗎 對啊 現在的那個 MACMIDI也是ROTC President的ROTC 我記得後來他會 其實哪裡 哪裡畢業哪有差 你如果覺得有差 那你自己在 在門戶之間 自己在莫屬戰鬥 不過 如果我想問一下 我們國軍很嚴重啊 你看我們國軍 沒有ROTC的將軍 到目前為止 其實你覺得 這個是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 那因為 因為我們國軍 ROTC這種 或者專格班 太少了 哦 那像其實也不會 你看到王興隆 他也不是 他是專格班 對啊 這方面陸軍我覺得就很棒啊 是是是 對不對 他們覺得王興隆很優秀 他對不對 他 那他也不是 陸軍官校正規班 他是專格班 對我覺得這你也不能 我覺得這方面 陸軍做得也很好啊 是是 那因為有些總是有一些 比較 傳統的關係 像海軍 你一定要這個line上做 你一定要在船上工作 然後當艦長 艦隊長 這樣才能上 飛軍 你只要不是飛行員 那你基本上是 對 其實這種觀念好不好 是不好的 觀念是不好的 是是是 對不對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job 對不對 你不能說 只有開船的 跟飛飛機的 才是right man 對 對不對 那有很多東西 就是 但是呢 這種東西 关键改变你跟他讲是容易听 他能不能够深化到他的深层 这倒是不见得容易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独立的思考 你不要老是你什么都是服从 听人家的配合人家 那整个群体都是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进步了 你会顾守原有的东西 那ODC的困难也在这儿 太好了 我刚好就要讲到ODC 所以当然也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将军您多次在访谈 您在书中也讲到说 ODC现在还是在persuading的process 就是说它是一个大量说服的跟讨论的过程 并没有说它一定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因为ODC这几年 将军我不想您看到这个状况 会不会觉得有点欣慰 因为它引起非常大的重视 尤其是在美国在国外 它真的受到非常大的送视 跟非常多的讨论 甚至practice到 你看到2023的MDAA 里面还是又在讲到ODC 甚至把ODC这三个字的原文 都直接放到法案里面去了 那我想 还很多了 很多法案 台北贺族法 台阳塑造 台北旅行法 都有欸 好像我记得有九个 是是 那我想将军您看到这个 应该会蛮欣慰的 但是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不管我们刚刚讲到军中人士的问题 或是ODC的问题 如果它要practice到我们的国军来讲 其实它都是一个大的挑战 这个将军您应该同意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挑战他们固有的concept 他们固有的想法 他们固有的这些东西 那将军到目前为止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推动 一直一直一直都很难推动啊 就从来没有好推动过啊 一直到现在啊 而且我记得很多那时候 很多人常常就会怨言 他在在任的时候怎么不说 其实光是ODC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点我倒必须要说 那个李总长在当总长的时代 谁就已经在推动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透过这个概念的这样一个宣打 然后希望能够引发一些思维 但是 你又有人这样批评我 我最不怕的批评就是 啊你在位的时候不讲 你下来怎么那么多 我可以跟你讲啊 你如果用这一点批评我的话 那你完全批评错了 是是是 我在位的时候比现在推的还凶 是 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太多人了 我到过国防大局去上课 是 上怎么推动 怎么想ODC整个想法 我把所有的师生啊 在大礼堂来教 我一个人上课啊 我一上就是一整天啊 哇 我到了那个时候当官嘛 你讲话都有足之稿 我当现在都留着啊 是 我当参谋总长 我给多少人都上 我推动的那个时间 比现在花的太多太多 所以我绝对不是说 在任内不敢推动 就服从 然后再下来就就画一大堆 那我觉得你给我这个节目 校尾你提这个我太高兴了 是 我要好好讲一讲 对 你们可以批评我了 但不要拿这一点批评我 因为这点跟与事实不符 对确实是 那这个总长 就是我们因为很知道 你在任内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认真推啊 所以我们这边才要问 刚刚我才会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推动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基本上呢 你当时在位的时候 你很认真的推 那可是当时的声音就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个 比较细一点点的东西 就是当时已经沉岸的 叫做微型飞岸图一体 那微型飞岸图一体这件事情呢 对我们军事迷 或是对军事有兴趣的 有研究的这些 应该说这边这些观众 跟会员来说 大家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当时连原型舰的 不管预算啊原型的状况等等 全部都跑出来了 可是我想这边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总长 因为我们台湾的海向 然后很多人的这个 idea就是我们台湾的海向 其实蛮critical的 那要让这些这么小顿位的船 都可以出海作战的话 那你的海向可能就只有要很好的时候啊 那如果这个船 这个是第一个挑战 如果这个船都只有在港内 那我们就用这个鸡蛋飞弹发射车 就不就是好 不就可以了吗 是 好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个解释 我在解释这个事情 我先 我先从思想上来这件事情 我跟美军的互动 我用原文给你讲 是 美军的将领 嗯 你跟我说 We have to think strategically Yeah Plan Operationally Act Tactically 你 想东西啊 先想的是战略 是 做计划 先想的是作战 行动才会去想到那个战术 像你刚刚那个问题 就直接跳到战术了 是 懂了吧 是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战术的上面 是什么东西 Operationally 来引导他的 嗯 到最后你的strategy thinking是什么 嗯 你的战略思维是什么 嗯 你如果不配套的想啊 你光那边讲风浪大 风浪小啊 你永远是见 见书不见灵吧 嗯 你懂了吧 是 好 这个微型飞弹突击艇 不要讲别的 2019年美国的David Harvey 他也是我好朋友嘛 美国的那个时候是 这个这个副助理部长 后来是代理助理部长 他参加美台商会就讲了 是 台湾必须要发展一些这些小东西 能够高存活 例如说这个暗示的这些机动飞弹 水雷 还有这种飞弹快艇等等 这些他也讲过的 我在我书上里面 是 我还特别有有有有引用嘛 有懂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存活率是很容易的 嗯 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说 海军的观念大部分还是面向远扬嘛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嘛 这个是难免嘛 都要神论剑嘛 这个东西啊 那问题是他太大你太小 对 其实一打起来他远距离的工具比你大太多了 嗯 那远距离的工具 在这么悬殊底下之下 你还用用同样的对称式的思维对他 那你一定很糟糕嘛 对 好 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讲说 我要不对称思维 我要不对称作证 那什么叫做不对称 嗯 是不是 那你要把它具体化嘛 但我在书上我都有很多具体化 飞弹快艇是一个具体化之一嘛 是 那你们也知道事实上飞弹快艇 我在任内的时候 你要说你说我不提倡 我一直在提倡都成案啦 是 只我走的时候他们又不喜欢 对不对 那这是另外一个证明嘛 那他现在讲了几个对飞弹快艇的这个 你刚刚讲了几个批评嘛 是 是 那 风浪大你又出不去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你想说 这个飞弹快艇的定位 本来就是让你 不敢来侵犯我了嘛 嗯 风浪大的话你 你能侵犯我嘛 你能够登陆嘛 其实对就是这个东西天气最大是公平的 大那是公平嘛 这是第一个 然后如果你在港里面你也知道 那在港里面我也可以当做一个飞弹的 发射的一个载台啊 对 那你说那我还没有还有路上机动的啊 那这个道理一样啊 是 你如果不能够多元化 多元化也是战力保存的一部分啊 那你现在都有计程车你干嘛要Uber啊 那你发觉Uber完了还有Line Tax 还有 还有 为什么 你不都一样吗 你干嘛要说那如果还要再讲 你都有公共机车捷运什么 你还要这些干嘛 是 多元化本来就是一个能够高度存活 然后高度正常运作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不容易被某一些东西打掉以后你就完蛋了 同样我们像你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电力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嘛 对不对说我们不是很resilience 没有错啊 如果说我们的电力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型的 这些东西是阻在你打掉任何一个 我其他的不影响 这东西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嗯嗯嗯嗯 对不对 那我也提倡说那种小型的无人费 如果说你有一大堆小型的无人费 就带着侦测的东西 它能够是自主化能够互相构连什么东西 那你不需要去弄高大上的这种监睁系统 为什么 它一多它存活力就高 嗯嗯嗯 这在台湾其实都可以发展 我书上都有写 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掀起一些 一些风潮嘛 是是 那整个你去想想看 嗯嗯 我们台湾自己能做 那它又是一个 原来我当初就涉及是一个友人 对 管着无人的 对 一个 你也发觉无人化越来越好 你看我以前当初多少年 多少年前就去想 是 是不是 我在 我在这个 总长的时候也多少年了 对 我说发展不对劲做长 你现在俄乌战争部就是不对劲做长 好明显 对不对 好明显 我跟你讲 在我讲 未来的作战 其实对我们防卫方很有用 是 未来作战 你想想 我觉得未来的作战是会被无数的一大堆低成本的 嗯嗯 自主化 智能化的小武器所控制 嗯 密密码码 那你打不完 绝对不是少数那种F35那种尖端的昂贵的东西来说主导 嗯嗯嗯嗯 那这样子如果未来的战争呢 嗯 一代一代的战争在变嘛 嗯 对不对 我们从巨炮巨舰战争到航空母舰的战争 对不对 老马二次大战 坦克 坦克对大决战的战争一直到现在这个 标枪对无人机对坦克 嗯 你慢慢战战会变嘛 为什么 这些晶片啊这些这些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慢慢的都会产生嘛 是 我觉得未来那种很贵很大的东西活不了 但是为什么我说对防守方有用你知道吧 嗯嗯 因为这些一大堆这种智能化的小东西攻击的小东西 我说的智能化不是现在单兵只能操作一个不是这样 未来一定会发展成这样子哦 嗯 他有一个最大的坏处 既然是小一大堆你叫成本要低嘛 对 因为你没那么多钱嘛 对 但是呢那就代表什么意思你走不远嘛 对 但是我是防卫方啊嗯 我不需要走远啊嗯 是不是是是是对攻击方来 他跑了很远的攻击对他来说是个麻烦事对对我来说是个很有利的事 那这个这个飞弹围形飞弹突击体这个有人的跟无人的这种结合啊 他经常走在开始的前端 虽然我没有办法办法完全说智能化 所谓智能化就是你也是无人 你也说你们好多无人自己就能够相互之间配合对不对 对对 那当然还我们的科技还没目前还没做到什么 但最起碼这是起步啊 所以ODC我一直讲说 ODC可能深一层来讲是一个经济问题 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你如果一直去想这是军事问题或作战问题 我就告诉你 你就掉入那个你think tactically OK 你一定要think strategically 你要有战略性的思考而不是战术性的思考 你行动要战术 你做计划要作战 对不对 但你思维一定 如果你的思维没有战略 你很容易就掉到死胡同 是 然后呢 这台湾这种人其实很多 为什么 大家一锅脑的在想先进的这个战机 他都在弄搞那个哇 那个专家我一看我瞬目解释 民间这种专家好多比我们军队还厉害 我军队我都没有看到那些这么厉害的 民间的他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Facebook或者 我都很佩服 哇他研究这个科技 但是来记住 所有的东西啊 你去弄来弄去 弄来弄去最后呢 你想象的东西不是要拿来用吗 是 整体国家安全 是 你看中科院那些工程师 是 他们就一直在思考在科技上面 是 问题是 如果这个科技非常好 世界领先 但对我们保卫我们国家安全没什么用 那我们这种国防安 经费落在这边 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在讲你一定要战略性的思考 你不能一开始思考就在战书 浪高了浪小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ODC啊 他一个简单的来讲 他是一个以拒指性嚇阻为理论基础 就是Deterrence by Denial这个理论 但是执行的方式是一个不对称的方式 但是考量了资源嘛 考量资源问题 你非得从经济考量 如果你不去想机会成本的问题 你不去想优先次序的问题 你不去想资源分配的问题 你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想到什么做什么 到最后你没有钱就什么都不做 真的太好了 或者就是你做所有东西都没有权为 对 然后你发觉你做了一大堆东西 其实完全达不到你战略的目标嘛 因为你已经走偏了 每一样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有用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满足不了你的战略目标 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台湾安全嘛 不要被人家吃掉嘛 然后嚇阻别人不敢动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说什么传统武器不要 我OTC里面你看这三个这个就是建军的 高存活战力嘛 传统战力嘛 不对称战力嘛 传统战力我的要求很简单嘛 性能要好嘛 品质要高嘛 但数量要少嘛 为什么因为它太贵嘛 我们可以 你数量一多你就再也没钱去搞了嘛 因为传统战力不管怎么在一般老百姓来讲 还是一个国力的表征嘛 他都需要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传统还是不对 你最重要就是你是高存活的战力 如果一开战你不存活 你像什么乐山雷达战什么东西 你最好都不要再去搞的 又贵你没有两下就不能用了嘛 高存活战力是一个共同的指标 如果你为了要做这个传统也不对那是共同指标 那不对称战力就是你到最后就是 就是贺阻的最核心嘛 就很懂你很难消灭我 也许远的地方我没办法跟你比 但是呢你到最后如果我就是不屈服 你是要来征服我你还得靠近我 一靠近我你再先进的东西啊 你都变得很脆弱 所以今天这个总长来跟我们讲的是 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会员跟观众 一定会有非常似曾相似的感觉 为什么孝伟哥常常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 就是孝伟军事财政局 常在讲的就是我们军事所有的作为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头发 这个是我们不断不断三年来不断 在跟我们的会员跟我们的观众交换的概念 很多人就说孝伟哥你说这个不要买 那个不要买那个军事都要怎么干的 对但是这个就是真正的实情啊 那我其实今天我想我们请总长往来我们这边 我想总长应该也还没有讲嘛 我们也希望总长可以再给我们更多时间 因为我可以百分之百跟总长保证 总长你去别的节目那些观众都看一次不会再看 但是你来我们节目录的东西 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会员会一看二看三看四看 一直看这我可以给你保证 所以请总长给我一点时间 我很荣幸的感谢你们也给我这个机会了 对我能够把我的思维讲出来跟大家讲 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国家对这社会的安全有帮助 当然我也觉得这是我觉得满足我自己人生的一种好方式嘛 未必一定要去做官才能够这样子嘛 当然谢谢你们你们问的是 我大概上了这么多节目里面大概最专业的啦 因为一般来说他会比较偏一些那些 谢谢你们给我说明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他还是可以讨论啦 但是我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喜欢讨论一些 你还是要讲你到底这是 你看你怎么整体来看 而不是在一个单体 单体来看 因为我如果说是一个基层干部 我一定要考虑这个单体的信任性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管理一个很大的组织 你如果还不知道我一直强调你要战略性的思维 你如果一直要考虑单体 你容易舍本竹墨 因小失大 那我也希望我们大家所有你们的会员 你们的观众也能够去先从大方向思考 有一东西其实就在台湾来就是选择问题啦 对 哪有东西不好的没有东西不好的 能杀敌的哪样东西不好 问题就这么多钱嘛去想想看 哪些东西对你对送药 最能够掐得住他喉咙 你就去买这些 其他再好再漂亮 忍耐一下吧 是 是不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中长给我们的时间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预约到总长下一次的时间 还有很多很多的下一次 希望 因为中长我在这边补充一点点 因为很多我们的会员都是您的读者 大家都期待在这边 非常感谢 给您对话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总长 那一起下午就给我们一个结尾 好 好 话不多说 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夏威蓝俊师傅夏威教委 我相信这一集 大家听的时候 会有那种提无贯挺的这样的感觉 会员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帮助 让我们真的有资源 让我们不但能够走出去 而且能在国内 我们也可以提到这样的重量级的 那个观念的这样的先行者 然后来跟大家讲很多这样的观念上的沟通 那北会员也还是要感谢您看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的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铃铛 最终的广告是要做短广告不好看啊 传续广告也帮我们看30秒钟来加入一个广告 好 谢谢大家